MING PAO TORROW 我覺得我可能是三分天分 七分努力 努力是運動員最重要的東西 我始終覺得 這裡是海拔1900多米高的 雲南省成功訓練基地 也是香港單車隊的第二國家 包括李慧斯等短距離運動員 每年都會上來集訓 而部分中長距離的運動員 除了比賽之外 基本上都會駐守 晨跑後簡單吃個早餐 車神李慧斯就會展開他新一天的訓練 李慧斯說單車隊在休閨期 都會來到昆明作調整訓練 目的是給神經系統休息 所以不會進行高強度的速度訓練 這天早上就來到鑊場計時 我剛上來的時候 有一個青年教練跟我說 因為我有樣的能力比較差 他就叫我每一早6時起床 跑10圈 在這15年來都會按照這個方法 如果沒有了6時起床的時間 我不會有這樣的韌力 一直向前走 為了4時起床 的確認 1時起床 非常好 就先把誤오면 我們用來一床 旁拿到了 對 公了 手 可